就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老師現在畫是我們寶寶夢系列裡面 有一個張宗風畫是 眼睛的部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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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解 所以我看這個 我看這個卡通人物 其實我覺得它最重點就是在這個眼睛的部分 對不對 好 所以老師那接下來呢 一樣呢 所以老師那為什麼直接畫眼睛 那輪廓的部分你會先選擇後面來彩繪的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後面的部分就會比較簡單 就是在這個輪廓上面走 哦 所以其實因為我們開始把輪廓抓出來之後 我們系統就算是放在最後面也無仿 對不對 好 那老師呢 接下來就直接把它畫上去 就畫一個圓追形的感覺 好 圓追形的感覺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是一個大圓圓圓比較好 哦 哦 喜歡的話 因為老師很喜歡你有俏皮的感覺 因為你完全一模一樣百分之百像的話 整個就像貼紙 對不對 對 所以老師會要翹到這種比較俏皮的感覺 哦 跟剛才的皮卡丘一樣哦 來翹到這一隻眼睛大一點 那一隻眼睛呢 髒一點的感覺 好 欸老師剛才我們沒有看到成品 可以再放下來一點點 我的作品 老師現在就在畫畫 接上 OK 沒關係 其實就是哦 兩隻眼睛大一點